虽然和諸多好萊塢牆片相比 台灣電影的票房成績 仍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不過前來女性謝忻 看到演馬志祥擔任活動大使 精選心目中的強檔電影 走進各大小鄉鎮的每個角落 我可以把周遭 大家可能常被忽略的一些 譬如說文化又怎麼樣 或者這個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可以把那些事情 陳述在螢幕畫面 在電影上面 然後讓更多人看見 讓更多人去了解 剛參加完法國的嘎納電節 謝忻穎在侯孝賢導演的武俠片 刺客聶影娘中 雖然戲份不多 但演單綱重任 尤其和張鎮共舞的場面 更被評為電影裡 最美麗的鏡頭之一 沒有 但我覺得這一趟坎城 讓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坎城影展 然後就是見的事件非常的大 然後讓我覺得我必須要多學習 謝忻穎和圈外男友交往五年 從不避諱在社群網站上 大方放閃 甚至還被陸兒募集 在演唱會上積穩 之前趁著去墾丁旅遊時 男友求婚成功 原本謝忻打算兩年後再辦婚禮 不過她現在鬆口 可能在今年就完成終身大事 男方家長要派人來提親之類的 其實我們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因為我太多周遭的朋友 都會想說結婚是自己的事 所以大家自己弄一弄 但其實我還比較 我比較注重就是習俗 所以一切還是要由長輩去做決定 夜死威樂訓練中心特別報導 夜死威樂訓練中心特別報導 其 hee 今宵 OK 智 dau 谢谢大家